大家好,我是咕咕 今天我们来看很久没见的冬月龟屋系列 一个轻松幽默的破案故事 全是自弥 麻将是一个高挑的美女 职业一般人猜不出来 是一名随身带着冰莫之宴的书法老师 前不久,麻将和前男友和平分了手 现在他拿着钱的东西准备还给他 刚到门前,打门虚眼 走进去一看,前男友倒在了雪坡中 身子已经凉了 临死前他沾着雪迹写下了一个单词 A 这个死亡讯息让明暗增加了一丝丝的蹊跷 负责案件的两位警员 也已经很是怀疑麻将 因为前男友父母双亡,交际简单 交往最多的就是前女友麻将了 更关键的是那个死亡讯息A 麻将的大名罗马英的首字母就是A 一般不都是觉得死前流言都是在暗示凶手的吗 怀疑归怀疑,实际也没有对麻将不利的证据 采加完葬礼之后 一个长发帅哥突然找到了麻将 说是想要调查前男友的命案 原来呢,他是一名侦探 作为前男友的同学 十分想要查清楚真相 就找来麻将问问看前男友的一些线索 这可就难道麻将了 说出来肯都没有人相信 自从发现了命案现场之后 麻将的记忆就出现了问题 他突然不记得前男友长什么样了 聊人交往的记忆虽然存在 比如前男友说过 梦想去海边开一家甜口的咖喱店 但记忆中,男友的脸部就像是打了马赛克一样 怎么都想不起来了 不过这问题不大 侦探的调查已经有一定的进展了 他怀疑,前男友的死和当地 殖民企业家的遗嘱有关系 这个企业家是个发量主流的老社长 麻将交过他书法 前男友也是为他工作的 现在社长家正面临着遗产风云 原本社长的家业 计划平分给一儿一女 但半年前突然出现了一个私生女,小女儿 社长便另立了一份新的遗嘱 但怪就怪在 这份遗嘱随着社长的重病一起消失了 在案发前不久呢 麻将还记得月光族的前男友 突然开心的对自己说 他很快就要实现开咖喱店的梦想了 正在为社长工作的前男友突然说要发财了 或许真的是被卷入了失踪的遗嘱也说不定 侦探分享线索给麻将 其实还有另外一层原因 就是要他了解自己的处境 假如凶手是冲着 找遗失的遗嘱而来的 前男友已经被杀 会不会有人和侦探想的一样 回忆麻将也牵连其中了呢 说不定他就是下一个目标 别看麻将的快头大 听完侦探分析 内心很害怕 不过侦探也是很大气 说了会保护他 凶手的速度很快 杀大姐麻将前脚刚安心的和侦探告别 后脚就发现自己家被翻了个底朝天 记忆的缺失让麻将莫名的窝火 再加上凶手已经盯上了自己 就主动要和侦探一起 找到遗嘱 查出真凶 寻回记忆 第一步 两个人拜访了社长 现在社长只能够靠机器维持生命了 在床前尽孝的就只有 高厢人拜年的小女儿 提到前男友小女儿说有印象 初诗田他还在这里工作 他们正在参观的花房 也被他照顾的很是周到 为了半天呢 都是些琐碎的日常 回到麻将的书法教室 两个人商量下一步动作 但侦探的书法呢 吸引住了麻将 这个字太丑了 作为书法老师呢 麻将亲自教了侦探写字 只不过这个语气有点重 差点把前面的孩子给吓坏了 这些大队爱唱双簧的警察来找麻将了 除了又一次的发表了对麻将的怀疑 另外他们还无意间透露给麻将一个坏消息 侦探的身份有问题 因为他自称的姓名的主人 其实远在美国 所以侦探肯定是贸任前男友同学 以此来接近麻将的 先设计以马赛克 现在又被骗了 麻将气的是反跟踪侦探 想查查他到底是谁 甚至邮箱看了过去 不得了 侦探真名的首字母也是A 前男友的死亡讯息 指着人难道是他 一步未平一步又起 社长的大女儿大儿子 吃相很难看的 逼着麻将交出遗嘱 麻将莫名其妙的被羞辱了一番后 连高跟鞋都和他作对 顿了 这一屁股顿呢 通道让麻将想到了一个重要的细节 就是前男友说 自己将有钱开店的那一次 麻将注意到 他的鞋底有很多白色的沙粒 而社长家的花房就铺着类似的沙子 他工作时应该是要换鞋的 除非是下班后 前男友有悄悄的去过花房 去干什么呢 藏遗嘱吗 麻将决定靠自己去验证 夜叹花房 还真就发现了遗嘱 但没等无热 就差点被跟踪到此的大儿子给抢走了 麻将快问 是不是你杀了我的前男友 大儿子快答 缝任 是前男友用三千万勒索自己 去换遗嘱的 但他人赶到的时候 前男友就已经死了 麻将不太相近 大儿子也急着抢到遗嘱 好在麻将及时的指导黄龙 成功的逃了出来 但路上狡猾 最后还是被大儿子给追上了 关键时刻 还是英雄侦探来救了美 毕竟不会无功的侦探不是好律师 侦探摊牌了 自己其实是负责社长遗嘱案件的律师 接近麻将为了找遗嘱 这事确实不假 想保护他呢 也是真 不过麻将看在他救了自己的份上 已经原地 原谅了他 大儿子也被警察当场逮捕 为了感谢麻将帮忙找到遗嘱 侦探把遗嘱的复印件给麻将看了看 这才知道遗嘱为什么会引发那么多的事情 因为上面说 将大儿子大女儿所要继承的财产 全额给予小女儿 这就难怪了 大儿子他们为什么不惜一切代价 都要找到遗嘱毁掉了 不过看着遗嘱的麻将 总觉得哪里不太对劲 他试着在宣纸上写下了自己的猜想 随即呢也得到了一旁侦探的肯定 到底两个人是发现了什么呢 先卖一个关子 上到现在已经去世了 是时候宣读遗嘱了 不出意外的 当听到自己的财产全部分给了小女儿 大女儿立刻提出了质疑 为了公正 真爱就让小女儿去拿社长的书法练习册 来对比遗嘱的字迹 拿回来之后 大家发现 里面还有一书的草稿 这就更证实了遗嘱的真实性了 麦关二人组 此时运用精湛的演技 让众人的注意力 集中到了遗嘱的字迹上 麻将对社长非常的了解 他老人家的书法一向都很规整 所以遗嘱里面有一个字 权这个字引起了麻将的注意 因为社长写的很奇怪 写的很扁 看结构倒更像是社长要写 同这个字 他的意思就和权天差万别了 同同是相同的意思 所以社长原本的意思是 把两个儿女应当继承的财产 同等额度的给予小女儿 也就是社长老人家 用复杂的语言 表达了三人平分的意思 而这个结果的受益人 就只有小女儿了 听完字迹论 嫌疑人小女儿反问 证据在哪里 这就是麦关组合 为什么刚才要演双黄的原因了 之前没有证据 但是现在有了 刚才他们特意让小女儿去拿草稿 就是要让她露出破绽 因为遗书的草稿 其实并不是社长写的 而是麻将模仿写下的 草稿中的遗嘱 写的就是他们猜想 社长想要表达的铜鹅 如果小女儿不是凶手 原样拿来草稿就好 但现在草稿里面的 铜也被改成了全字 回家上那一笔的只有凶手 也就是单独去拿草稿的小女儿了 这下她别说是三分之一 一毛钱都继承不了了 后来听侦探说 小女儿指认 是前男友与她合谋篡改的遗嘱 中途前男友改变主意 拿遗嘱找大儿子勒索换钱 被小女儿知道之后 就杀人灭的口 按照麻将了解的前男友的个性 合谋轨迹不太像她 小聪明发现遗嘱的秘密倒有可能 她留下的死亡讯息 不是单词A 而是铜字的前三笔 她是想留下遗嘱有问题的关键线索 好揭发小女儿 但前男友借遗嘱勒索的动机 麻将无法理解 这点侦探倒是知道 到时还发现 前男友死前准备盘下海边的一间木屋 不用想了 就是为了开那间填口咖喱店用的 她和前男友麻将分了手 她就拥有和前男友一同幻想过的咖喱店吧 这个做法不君子 钱财取之无道 但这个执拗傻乎乎的理由 倒是终于让麻将想起了前男友 那张憨憨的脸了 好啦 今天的解说就到这里 我是姑 如果你喜欢我的解说 麻烦点赞收藏 关注一下下 那我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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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